副尿酸也不被分解 又增深又补充 是三重的科技 所以擦起来 就会有皮肤非常的润 非常的保水 然后它还有一个 就是细胞修护的效果 也就是它会深入到细胞的底层 帮助细胞本身 修护性更好 怎么说呢 它帮助我们的细胞 它延长它的寿命 那细胞的寿命一旦延长了 它的修护力就增加 它越健康 新生出来的新细胞就越健康 所以尤其是针对30岁以上的 这个女性而言 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原因 都是因为荷尔蒙慢慢降低 所以你的细胞本身的功能 降低的时候 在使用这一款面霜的话 你就会发现 皮肤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有光泽 然后那种暗沉啊 慢慢慢慢就会消除掉 看起来就会很厉害 好 整个擦完了 而且好湿润哦 你现在整个这个脸啊 刚刚就一直这样 好冷 抬不到两个小时了 但是我们直接看 我们就觉得它的胶原代表 好 已经长起来了 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边比较空一点 有这个金火鸡跑出来了 有没有 那你这边还在送你 这边是凹的 是削的 就有点像 是就像我讲 有注射玻尿酸的效果 有感觉 因为现在很流行用玻尿酸去疯夹嘛 对对对对 好 看起来好明显哦 两边的脸不一样耶 好 那我就送给你这个了 谢谢 化妆水再送给你 谢谢啊 再送给你这一瓶 好耶 我吃啊 我吃啊 不要 等一下 原始后面 我们还有可能会答对 好好好 那就送这三瓶 第二题 你注意啦 锡炼哪一种保养方式 能够最有效达到抗皱的效果 一 将抗皱精华液拍打入细纹之内 二 擦上抗皱乳霜并做拉直动作 三 厚厚敷一层抗皱乳霜 并免扯动肌肤 白鹿的答案是三 因为我都会觉得像保湿的时候 有些人不是有那种敷的睡觉的那种 就敷厚厚的睡觉 所以我觉得 抗皱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就敷厚厚